音樂 請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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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今天來吃肉 我今天來吃 小西門燉肉 可以吃了 這是我的啊? 對啊 那是你的啊? 為什麼你的每次都看起來比較好吃啊? 那我吃過吧 太少了對不對 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 等一下還是吃鴨肉蒸 好我們現在已經吃完了 這是豬包 吃不到5分鐘全部吃光了 很餓耶 這是苦瓜湯 剛剛那個 瓜仔肉真的很好吃 好好吃 配那個 配那個蛋黃好好吃 好餓啦 我要吃 現在先去走路去鴨肉蒸 不用啦 這是什麼呢? 這邊是 這邊是新樂街 然後聽說這一間鴨肉蒸很好吃 可是好像糖棒很小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去找找看 它說兄弟分家 真的假的? 好煩喔 它寫兄弟分家 對啊 所以 好像都已經移到另外兩個地方 然後一間要12月4號才離開 一間離我們現在的地方太遠了 所以 就沒吃到啦 沒關係 我在Google看一下它有哪裡好吃的 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可以吃到嗎? 要啊 欸有那個麻糬耶 要吃嗎? 要吃麻糬嗎? 要吃麻糬嗎? 啊那天那個麻糬有吃完嗎? 那天那個麻糬 欸到了 我要吃這個 我要吃這個 黃薑 小紅豆嗎? 沒有 好嗎? 欸它這樣小碗 你看一下小碗 我覺得還蠻大碗的欸 就是其實 真的還蠻大碗的 像外面的大碗分量 我們選的是 豆漿豆花 來吃吃看好不好吃 就是 豆漿加豆花 我們買的 我包吹 我被我包吹 好 我包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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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我來包吹 阿樂還可以這麼高 看一下那個商菲 商菲奶茶 那一間商菲啊 那一間商菲是我最喜歡的一間飲料店 就是我覺得它比那個 花達還要好喝 我個人啊個人覺得 我每次來鹽城幾乎都一定要買的一杯飲料 可是因為喝過很多次了 然後最近聽說有一間珍奶也不錯喝 然後在這附近 所以我這一次就先不喝商菲了 就決定去喝另外一間 等一下帶大家去 掰掰 需要介紹嗎 好啊 我們上面有標註新興符號的是這邊比較熱賣的 是人氣商品 然後旁邊都有它的甜度跟茶底 甜度都是固定好的 你可以依照甜度去選擇 這樣會比較好選 那選擇飲料如果你要加珍珠 珍珠年費的 那其他的配料是加5塊錢 買到啦 我這一間是它叫茶藝復興 然後蠻特別的 我覺得它名字很特別 然後是最近看很多人都在買 所以來喝喝看 茶藝復興買到啦 然後我買的是紅龍奶茶 就是紅茶加烏龍加珍珠 他們家加珍珠是不用錢的 然後我覺得喝起來還蠻香的 它的烏龍很香 然後就是茶香味很重 然後珍珠也很好吃 它珍珠其實還蠻滑順的 而且很Q 然後好像他們家珍珠應該是有泡過糖水 就是本身就會有點甜度了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喝的 然後可是我覺得跟雙飛比起來 我還是比較喜歡雙飛 就是雙飛的奶茶還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對啊 然後今天 今天吃了瓜仔肉 然後 鴨肉蒸沒開很可惜 就沒有吃到 然後還吃了豆漿豆花 就30塊一碗 我覺得很划算 因為它還蠻大碗的 然後也蠻好吃的 然後剛剛原本要去西子灣那邊看海景 可是今天的雲 就是今天太霧了 就整個風景都太霧了 所以很可惜 就是 而且車子又不好停 所以我們就 沒有在下車 對啊 就沒有特別去看海景 然後現在就要回家了 改天有機會再帶大家去看 其他不同的地方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掰掰